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日文必達環節》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一節《日文必達環節》 這一節嘉賓請來Arnold 和我們解答一下家庭觀眾的股票問題 Arnold 你好 Chase 你好 先聽聽電話 電話旁邊有位譚先生 譚先生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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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志祺 想問哪一隻 我想問大使這樣走法 到底大活派火 人家在收火 好啊 想看看市況怎麼走 是 好啊 都見到 昨天靠騰訊 中移動 還有883 282 2823 托著市 不上不下 今天托著市多幾隻 那現在到底他們玩哪些東西 教我們先 好啊 Arnold 都見到 今天市況走勢 雜幅爭次 好像有些大活在角力 很淡有在一起爭 看看哪邊會贏 Arnold 你覺得市況接下來是怎樣走呢 說回市況方面 近來市況表現都比較差 甚至看昨天為例 看見主要升的一些藍醜 本身 好像石油股 或者中移動等等 基本因素本身都沒有太大的衝勁 那你就升回這類型的股份 普遍來說 都代表市況表現 都不是太理想的 如果從技術走勢上面看 恆指甚至可能有機會試回21,500 甚至21,000 甚至21,000 這些位置 都一點都不奇怪 但是後市的看法我是不是看得很差 我覺得不是的 至於一些大行的看法 或者大戶的看法上面 現階段 你說傳統然而 去到12月份 官網氣氛 都比較濃厚 我相信都沒有太大的動作 你說後市來說 我自己的看法不是太差 主要原因 其實現階段 特別說這個星期 都見到陸續續有些相關的消息 有些炒作 整體而言 市況氣氛不是太差 好像昨天為例 一些汽車股就落鑊炒了 你說最主要都是說 這段期間 內地都可能會有機會陸續 各行各業有些相關的利好政策 去出台子中間工作經濟會議上 普遍來說都預料會有些好消息 所以你說恒指 後市來說 會不會有個很差的表現 我覺得未必 不過你說這些市況當中 你說炒市況 我覺得炒市方面 就相對比較難炒 我覺得短期來說 都可能維持一個上落代變的格局 如果從技術走勢上面看 正如之前所說的 短期後市來說 跌穿了22,000這些位置之後 以量度跌幅去看 有機會是21,000這些位置 後市來說 第一個支持位置 21,500 穿了的話會是21,000 但是這些位置 我覺得再做淡看下去 就未必太過建議 如果未來有些利好消息 不排除恒指 有機會出現技術反彈 但我也相信 反彈到大約是十天二十天線 22,000至22,300 這些位置 都會有一個阻力 所以暫時來說 市況是一個上落代變的格局 我覺得暫時來說 最好先抱一個觀望態度 上落代變的格局 是否都等下個星期 美國聯儲局公佈議息的結果 大家會關注 美國會否加息 普遍的分析都會 或者主流意見上現階段 都見到 下個月加息的可能性是大的 我覺得 但是 美國進行加息 都預料 很大機會 利率會上調0.25厘左右 幅度不多 但是對於資金方面 影響如何 都仍然有待觀察 特別對港股來說 一眾的本地地產股 有什麼影響 我都在這方面來說 看得比較審慎 所以我覺得 在這麼多版塊當中 現段可以繼續觀望下去 但是至於本地地產股 這個版塊上面 我自己會看得比較審慎 好 譚先生 有沒有其他個別股份想查詢一下 嗯 就這樣 好 多謝你的查詢 暫時就不要做淡 根據Anno的分析 Anno 和你看看個別的股份 看到一隻股份就是渣打 其實大家都留意著 他今天又創了一個新低 逐漸沉底的格局 現在是60.6 但是今天碰過最低60.3.5 就來到海嘯價59.8 你看海嘯價的位 會不會都很吸引去撈貨呢 其實我覺得 你看看這些國際金融股 很多時候都會關注海嘯價的表現 始終在海嘯價那段時間 金融海嘯 講這些國際金融股 情況的確是比較差 跌到這些位置的時候 會不會代表沒得再差過這個水平 的確是有這些相關的衝勁 但是渣打這些位置 要去撈 甚至你說有貨的 選不選 就是去公股 我自己都未必太過建議 因為始終在現階段 其實你說國際金融行 特別講銀行方面 情況就不是太過差 最主要整個行業最大的風險因素 都是講監管機構 現階段比金融海嘯的時候 會更加之熱 所以監管機構的監管力度 這麼大的情況下 銀行的成本的確是大幅上升的 所以你說盈利能力方面 未來這幾年來講 都預料不會有太大的衝勁在這裡 但是你說國際金融股的情況 就不是太過差 但是最主要講的 其實美國或者各個地方方面 其實你說未來經濟是有條件 會做好一點 或者我也相信 環球經濟是復甦的勢頭 有機會出現的 所以你說一種的國際金融股 表現未必太過差 不過你說在渣打來說 始終他們業務上面 我相信香港地區上面 表現不會太過差的 但是如果撇除香港地區 以外南韓、印度 甚至其他的申請市場上面 現階段面對著的問題 都是比較大的 這些地方都是面對著 同樣的問題就是美國一旦開始加息 資金很大機會 會從新興市場部分流出 令到這些地方上面 資金流過方面都可能會比較緊缺 對於銀行股來說 就會造成一個比較大的負面影響 所以未來來講 即使公元股也好 公司的資本狀況 或者資本實力上 能夠進一步提升也好 能不能夠回復一個可觀的盈利能力水平 這方面有個疑問在這裡 所以對於渣打來說 我自己的看法是略為偏淡的 其實國際形勢 跟海嘯的時候 對於渣打來說都已經不同了 因為金融海嘯的時候 環球經濟主要的DM Developed Market 是做得比較差一些 但是那時候新興市場 剛剛好崛起 譬如那些亞洲市場 資金反而是流去那邊 剛巧渣打做新興市場的業務為主 但現在情況是剛剛相反 似乎那些成熟市場 例如美國方面 現在逐漸經濟復甦 但是反而新興市場那邊 就好像剛才阿諾這樣說 經濟現在正在逆轉 這個情況 還有資金也有個機會流走 在美國加息的時候 是否情況來說 對於渣打的時候 股價向上的空間大些 現在是向下的空間會比較大些 你說渣打向下的空間還有幾大 我覺得很難說 因為始終雖然新興市場表現是差 但是都是新興市場經濟放緩的問題 實際上新興市場整體現 經濟增長表現都會好過一些成熟市場 但是我覺得渣打方面 特別說像印度、南韓這些地方上面 特別說經濟層面上面 其實去到過去這幾年來說 表現一致是好的 說今年來說 才開始有個轉差的狀況 很多時候說經濟周期上面 轉差都不是說一年或兩年的時間就會完結 所以我們說 他們特別說在印度、南韓這些地方上面 經濟表現上可能有個急劇放緩的風險在 所以我覺得渣打現階段下行的空間是怎樣 以個股值上面看 公完股之後的股值上面是吸引的 但是由這些位置去搏 未來來說如果這一年來講 公司業務仍然是面對著比較大的挑戰 派息水平能否維持狀況 甚至會不會再進一步減派息等等 是有相關的風險在 所以我覺得反正都要買國際金融股 首先我覺得會買匯豐會比較安全 我看到有些數據反映 外資現在是全面撤出亞洲股市 台灣和韓國成為最大的提款機 受到美國加息的機會大增 以及歐洲央行的寬鬆措施 沒有預期那麼大的雙重影響之下 看到資金上星期持續在從亞洲市場流走 當中流動性最好的韓國和台灣兩大的東北亞市場 通常成為了外資主要的提款機 韓國失血最多 單個星期就流走了 是11.5億美元 並且改寫了14個星期以來最大的 單周系超賣的金額 而台灣的股市也租賣出是5.77億美元 兩個市場都成為了比較超賣的市場 大家可以留意相關的數據 節目時間來到這裏差不多 和阿羅做回申報 剛才說過的相關股份或資產 請問有沒有持有? 沒有持有 謝謝你的分析 一會一會 進來會有多一節問答環節 家庭股主可以打給我們或電郵給我們 待會再見